6月1日17时零分 雅安市庐山县发生6.1级地震 17时03分 雅安市保兴县发生4.5级地震 截至1日19时40分 地震已造成庐山县 保兴县部分乡镇受灾 已至4人遇难 14人受伤 地震发生后 记者赶赴受地震影响较大的雅安市庐山县太平镇安置点 直击镇后第一页民众生活情况 记者走访看到 天色渐晚 安置点内的村民大多都回到了帐篷安睡 与记者交流过程中 情绪都比较稳定 但回忆起地震时的情景 村民杨云霞仍信有余计 目前 太平镇已在太平中学设立了临时安置点 有关部门向在此休息的受灾民众发放了棉被 床铺等 饮食 饮水 用电等均有保障 我们这个应急灾民的话 能够有三个钱的话 能够帮助安置建的这个所有灾民 然后呢 可以完成近视办公 其实一个就是方便到北京充建 记者现场看到 地震造成太平中学部分校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墙皮脱落 据校方介绍 地震给学校教学楼造成了损伤 但主体结构基本安全 学校暂无人员伤亡 庐山县太平中学现有学生106人 全部都妥善安置 他们每天都有营养热餐供应 并且在学习上 我们全部安排老师进行及时的帮扶 保证他们学习上不受影响